内地歌坛 作为一个比纳音淘汰的好声音 全国64强学员 听着一口好嗓音 成为如今的当红歌手 他空灵的嗓音 绝美的演唱 甚至不用歌词 只啊的演唱 让人听起来就还美 他的歌声 有女声的高音和温挺 有着男声的音质和力量 另的就是增益巨大的华晨宇 华晨宇自参加快难夺冠出道之间 一直比捧得很高 但因为跟张比辰的隐婚生子事件 是其人气大幅度下降 哪有前两年那么火了 耳水的歌声更能打动观众 我们来听听他们同唱艺术歌诗的差距 朱杰伦2010年发行的这首《烟花易冷》 歌词古典优美 意境深远 旋律动听 曾有不少明星翻唱过这首歌曲 其中林志炫才是真正的古风 引定人 艺术《烟花易冷》 真是仙气飘消 燃眼强悍的高音工程 都说朱杰伦的《烟花易冷》 比林志炫唱 那是你们听过周深的版本 唱相一出来 太过瘾了 我听着朱杰伦唱一辈子 结果我今天终于听懂了 终于听懂这歌词在唱什么了 哈哈哈哈 «煩花艘动» 《烟花艘动遇我们之双》 我有一圈的年轮 月纷纷 酒谷里草木山 让人听得如之如 歌声唱出神仙情节 清闻乱节 神仙嗓音 唱尽千象之情人 我听完 你是中一个人 我听完 你是中一个人 而华晨宇也翻唱过此歌 不愧是通宵英日的公子花 戏曲与流行歌曲的融合 穿越千古 真的有种唏嘘的美感 唱到人心坎里 深情到极致的演绎 清得想哭 我听完 我听完 你是中一个人 成长的地生 落在那座街坊 缘分落地上根深 需要的 结果 清完之后 小伙伴们更喜欢谁的歌声呢 其实 乱唱歌 人气 终身不输华晨语 乱作品 更是不输华晨语 谁能成为内地乐坛一歌 恐怕不言而喻吧 喜欢的小伙伴 请个赞 转发加关注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